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在昨天晚上举办的星光大赏邀请到了,在这一年里面,几乎很少与大家露面的,内娱,TOP肖战。 而肖战在昨天晚上的星光大赏的现场,也可以看得出来,作为他的英元色的红色灯牌,几乎是抢占了整个场馆。 也可以看得出来,肖战的人气,仍旧在娱乐圈里面,处于一个顶峰的位置。 在昨天晚上,在走红毯的时候,甩了一下笔,就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。 这也足以证明,肖战这两年的流量,确实是非常的大了。 但是这两年,也有非常多的网友,认为肖战自从出道以来,并没有特别的火。 在去年,出演完这一部电视剧之后,登上了娱乐顶流的位置。 而今年年初,到现在也一直有非常多关于他不好的议论点,也让肖战在娱乐圈里面沉寂了将近一年。 作品的输出,以及综艺的数量,也是逐渐地在减少。 而在这一年,几乎没有作品曝光的肖战,也让非常多的网友,十分地质疑,他还值得吗? 作为男团偶像出道的肖战,在出道之后,一直是不温不火,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作品,与我们见面。 整个团队的人气,都是非常的低迷。 自从肖战在去年年末和王一博一起,出演了这一部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之后,这一部电视剧,作为娱乐圈里面,最受大家关注的第一部单改剧迅速地,登上了各大视频,网站榜单榜首。 并且两个人凭借着,这一部电视剧,也成功地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。 而这一部电视剧,播放到现在为止,已经一年了。 而这一部电视剧,仍旧被评为了2020年的全球50部最佳电视剧。 并且排名第十,这样一个成绩,也可以算得上,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。 而最近肖战的戏约,也是不断。 在前一段时间,以军人的形象,刚刚和黄景瑜结束拍摄了,电视剧《王牌部队》。 在这一个王牌部队的杀青宴上,我们也可以看到,肖战和黄景瑜的互动,也是非常的有卖。 不知道,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,两个人会给我们,带来怎样的搭档呢? 也十分地盼望着,一部电视剧的播出了。 在他拍摄完《陈情令》之后,也是迅速地被于申请多指教的导演,迅速谈一下,和杨子一起拍摄了,这一部电视剧。 两个人在拍摄,这部电视剧的时候,就获得了非常多人的关注。 而这一部电视剧,拍摄到现在为止,一直因为肖战的各种原因,没能成功定档。 也让非常多的网友,十分地着急。 而这一档电视剧,也是由肖战和杨子一起合作的。 在非常多的路透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在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,互动非常的有爱。 不知道这一部电视剧,什么时候与我们见面。 最后希望,在接下来的一年,肖战可以以更多的作品,拿下内娱Top的这一个名称。 也希望他在接下来,可以继续发光发亮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